你怎么来的 疼 对不起 对不起 疼吗 我们进去说 对不起 冬头 对不起 疼 为什么这么说 我现在才知道这么多年 我错得有多离谱 我为我的骄傲道歉 为我的疏忽道歉 不是 我这么多年以来 你对我曾经付出了这么多道歉 疼疼 我爱你 别说了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没有误会 别忘记 我看到这个了 其实你看我的 古瑞德格斯比对吗 你看到了我给你写的书签 这个照片就是你对我的回应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现在才看到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不对不对 其实是我先开始的 我先用书签向您告白 然后 你用照片回应我 对吧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吧 我明白 你现在跟珊珊在一起吗 这个没关系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现在 才知道你喜欢我 或者 你曾经喜欢过我 你认识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这件事 还对我 你说我 你认识我这么多年 看不出我的自己吗 对不起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你 不是 你的 那是 那是正齐的 我送你相关的时候 我不知道正齐在后面写的这个 这人也难道不告诉你 那个书签我看过的 但是在你找出之后 我看的 李淑华 我想他心里只有神神 我跟你开玩笑了 我今天 今天情人节嘛 我在家里做了特别多饭 我今天 今天情人节嘛 我在家里做了特别多饭 那照片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我当年就知道 那个书签 对 那个书签 那个书签我也知道 都是耍你的 我就是不知道 怎么会突然间被正齐发现 正齐 正齐 来 来了 毕书 你怎么来了 这就是你给我的情人结婚后 这就是你对我的羞辱是吗 你不会拿这个照片去找风疼了吧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脸 我难得鼓起勇气去找风疼 最后我把自己搞得一败涂地 你为什么要怎么做 我怎么做 不应该写这段话吗 你千万别告诉我 这是你上学时候的乐作剧啊 你都多大了 你知不知道有多幼稚啊 我告诉你 书签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误导我 你为什么要让我发现这张照片 我没有想到你连想都不想去找风疼 我想都没想 我不去找风疼 我难道来找你吗 我书签上写着 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等你 然后照片上写的是 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跟你相遇 这不就是你代替奉承他回应我吗 你根本就是故意做的不 这不是回应 我没有署名 这哪是回应 你没有署名 什么叫你没有署名 你 你没署名 那不是回应 那不是回应是什么 欢迎参加落单情人派对 不好意思 打扰 起来坐坐吧 我猜你是刚失恋吧 要不要加入我们呢 我们正在跟正气讨论啊 这男人到底想什么呢 希望明年就五岁单身了啊 单身也要过其人节啊 我是单身没座 但是我没失恋 我也不需要参加你们的落单巴里 你继续 来 没事 听我就不需要参加 遗免 实际上 你没用 不是 的 你用 你用 严小姐 冯先生打来电话让我问你 要不要和他还有郑先生 一起出去打打球 那个啊 王叔你就跟他们睡晚 还没睡醒 是 好 你说郑琪喜欢丽书 大学的时候就喜欢 当然 但是在这个阶段呢 郑琪交了一些女朋友 我想应该是这次丽书 和他上海之后 他们接触的时间久了 郑琪还确定了这份喜欢 哪丽书呢 丽书怎么想的 郑琪那么优秀 他当然没问题 就像你当初不是从不喜欢他喜欢我 女孩就是应该被倒追的 是吗 说得好像是你追我似的 那是你追我吗 原来薛珊珊是倒贴啊 你不要这么讲 那 奇帅 这么优秀 那丽书也很优秀啊 对他的人肯定也多的是啊 珊珊 佛珊珊 郑琪 倒挺早的嘛你们 立初呢 要再睡觉啊 来了 来 那我去买饮料 不行 一块儿玩想偷懒啊你 买饮料也是运动啊 我走吧 那我们等你回来再玩 看风腾说奇帅和立书的样子 是满脸期待看好的 可见风腾心里没有立书 只有我雪珊珊 只有我 这都几点了 立书还睡觉呢 没事吧他 你当年喜欢立书 为什么不说啊 感情这种事啊 还是得两厢情愿 他当年信的那个人 可是你啊 现在呢 发球权回到你手里了 人生真的挺奇妙啊 两个人走着走着吧 当年的感觉又回来了 只是当年的问题还是存在啊 他心里那个人 依然是你 可是我倒是认为 经过昨天晚上 他知道你喜欢他 一切都不一样了 真的吗 真的吗 当然了 我还在想 要不要把立书告白的事情 跟深深说一下 跟他说这个干嘛 凭我不想有任何的事情 也瞒他 我说你呀 在感情上也是个白痴 他深深再单纯 他也是个女孩吧 女孩都敏感 都小心眼啊 你跟他说 立书给你表白了 立书可是一个 以后经常会见面的家人啊 你们以后怎么见面啊 干不干干 我劝你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别说了 我会给你了 他会让他做什么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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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